地南闯入女大神租屋处 抱着偷来的丝袜 蹲着打开门讨议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闯入 前一次还留下证据 床上的手印 墙上的脚印成为铁针 受害女大神超害怕 警方逮到人 发现这贼竟然是前访客 第一次被我们发现的时候 没有偷成功其他私人物品 但有窃取我们的备用卡 那第二次的时候 她是拿着我们的备用卡 进我们的大门 直接闯入 室友的房间偷 她的一些私人物品 裤子那些 然后也闯入我的房间 取取我的湿袜 事发在新北市板桥 女大神去年八月入住 才住两个月就遭小偷 而她也是男大神 更是上一任房客 推出后发现门卡没有消磁 就拿着门卡来偷窃 以为是室友的朋友来家里 然后就问她一句 你来了 然后事后问朋友说 是不是有朋友来 她说不是 大门感应室刷卡解锁 看似安全却有漏洞 让女大神质疑 房东未把磁扣消磁才会遭小偷 她是觉得我们在找麻烦 她觉得她这个房子很安全 房东并不是很积极的 帮我们安装监视器 让监视器空着好几个礼拜 她有帮我消磁了一张卡 可是我发现那张卡 我还是可以进去 没有被消磁消磁的房卡 可能其他前房客也可能没有被消磁的 她要不要再进来 偷我的东西或是想要对我干嘛 天下窗会有动静的时候会看一下 就是会马上会吓到这样 女大神无法再遇 原本租约两年决定提早退租 只想赶紧搬离 让自己能有个安全的家 东西新闻王国林姚亭新北报道